我们这个机器人是由苍前的本地企业打造的首款室外巡检 惊奇人 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代替我们人工进行一个对路上街面 包括对地店铺的一个日常的巡逻检查工作 它会设定一个自动的巡逻一个路线 每天它的上午时间 它会自动根据这个设定的路线 然后去到路上面进行巡逻 发现一些问题 主要是一些虚化问题 比如说这个出电经营 站到队伍 尾伤停车 它会自动的给它形成一个抓拍 然后进行一个升官的提醒 把这些拍到的相应的问题呢 形成一个事件 然后会到我们这个后台 由我们后台呢 进行研判以后 我们可以指定的附近的一个队员 去进行上门处理 巡逻机器人是5月22号开始投入使用的 目前呢 主要是在我们舱前街道一个城市核心区 放缘差不多一公里范围内 然后去做这个试点 在很大程度上 对于我们的路面的巡逻队员来说 减轻了他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巡逻负担 等到这个技术 逐渐的更加成熟了以后呢 我们想就把这个能够推广到 这个仓前街道全域 来进行这个事外巡逻